据彭博社16号报道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 日前在美国华盛顿 出席一场智库活动时表示 美国应接受中国的崛起 将中国视为必须遏制的对手 是醒不通的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敦促美国 在制定全球规则方面 应同意中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以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这场冲突会迫使较小的国家 在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 做出选择 维文表示 大国之间应存在建设性竞争 美国应接受中国的崛起 将中国视为必须遏制的对手 是醒不通的 维文分析称 如果中美近期的经贸磋商 无法达成协议 新加坡等依赖贸易的国家 会遭受不成比例的影响 而此前持久的谈判 已经给市场带来了 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对手提供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对手提供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